这段讲话音频由塔利班发言人 穆罕默德·纳伊姆发布在社交媒体上 巴拉达尔在音频中说 已经注意到媒体上有关于自己死亡的消息 其实过去几天自己出差在外 不论现在在哪里自己都安然无恙 纳伊姆表示 那些对于巴拉达尔的传言 是敌人的空洞宣传是毫无根据的 另一名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勒沙辛 当天在社交媒体上也提起这段音频 称巴拉达尔驳斥所有声称 他在一次冲突中受伤或死亡的说法 围绕阿富汗塔利班高层常有死亡传言 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 海巴图拉·阿宏扎达被传死亡多年 但在塔利班重新掌权后 据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·穆加西德披露 阿宏扎达一直住在阿富汗南部的坎达哈